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 不管锅底有多张,一个口罩轻松搞定 简单快速不伤锅 炒锅家家户户都有 炒菜做饭都离不开它 您家的锅底会每天都清洗吗? 估计很多人都只是把锅内洗干净,锅底就不管了 久而久之,锅底就会有一层厚厚的油垢 不仅会让炒锅越来越重 而且还会影响锅内受热,令人十分恼火 让人产生了一种想把锅扔了的想法 其实这种成年污垢一点都不难清洗,反而很简单 就看你的方法用对了没有 爆发新冠疫情以后 口罩就成了我们出门随身携带的物品 口罩除了用来防护以外 还可以用来清洗家里的油烟机 油污比较重的锅底 效果特别好 立马就能够焕然一新 一起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往锅底多刷一些小苏打 小苏打已经是我们去污界的老朋友了 它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 属于碱性物质 具有极强的去污能力 跟着我们再加入少许的洗洁精 洗洁精具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在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在面对铁锅锅底的各种油脂时 还能起到很好的清理作用 跟着我们再倒入白醋 白醋具有极强的酸性 可以很好的软化污垢 白醋中含有大量的醋酸 能和碱线的小苏打发生中和反应 去污能力很强 能让铁锅的锅底的脏东西被快速软化 加入白醋和小苏打厚的锅底 我们不要着急对其进行处理 而是让其先静置上几分钟 同时用纸巾覆盖上 直到整个锅底包裹岩石 如果纸巾不能完全浸透 可以再倒入少许的白醋 让其继续中和反应 在静置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明确地观察到 铁锅锅底会有很多的气泡 正是这些气泡的作用 就能让这些脏东西完全被软化 趁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口罩 首先 我们先要把口罩对折 折叠成一个小长方形 然后再把口罩两边的细线拉拢 将其扎捆紧实 一个简单的抹布就制作好了 因为口罩是用无防布来进行制作的 用来对锅底进行擦拭的话 就有很好的清理脏污垢的效果 而且不伤锅没有划痕 是非常好的紧易摆结布 30分钟后 各种物质已经发生了反应 大量的油污已经被分解 我们将纸巾拿下来扔掉 虽然已经软化了一部分 但是上面还会有许多的油垢 除了要加上以上的三种物质以外 最后我们还要往铁锅锅底的表面 加入适量的食盐 因为食盐形状成颗粒状 把它加入到铁锅锅底表面的话 就能够很好的增强铁锅锅底的摩擦力 这样一来在使用口罩对齐进行摩擦的时候 这些脏污垢就更容易脱离 按照以上的步骤 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锅底进行擦拭了 在擦拭锅底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用口罩来回对锅底进行揉搓 就能将锅底上的脏东西揉搓掉 大概一分钟过后 锅底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刚擦了没一会儿 擦拭锅的部位就已经明显的变干净了 就这样持续的擦拭几分钟 锅底就能够恢复原来的样貌了 如果锅底的污垢比较重比较硬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反复清洗一两次 这样锅底就变得干干净净 亮闪闪的了 锅底也变得轻了许多 炒菜更省心也更顺利 觉得清洗炒锅比较麻烦的朋友 赶快试试这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还要用清水来对锅底进行冲洗 这样锅底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这样的清洗方法 适用于铁锅、不锈钢锅、砂锅等所有我们平时家里用的锅 有没有焕然一新 虽然夸张不到和刚买回来的一样 但是视觉上的冲击还是够的 有蹭蹭一亮的感觉 和一开始的骨体相比较 效果非常的明显 这时也许有朋友会问 为什么不用钢丝球和白结布呢 因为钢丝球和白结布用了锅后 上面就会沾上很重的油垢 特别难清洗 只能扔掉了 钢丝球确实好用 但是它毕竟是金属做的 把油去掉的同时还会划伤锅底 这样再次集结油垢的时候就更加的难清洗了 锅的寿命就降低了 而口罩就不一样了 用了一两次过后 左右都是要扔掉的 废弃的口罩再次利用 扔了也不可惜 以上的清洗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记得收藏转发分享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哟 我是瑶瑶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